今次看NUC7說話的爆炸事件 其實你會見到他都有說 他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亦都鑑請了三間不同的國際認證公司 包括U-R,ExpoV和TUV 其實這三間如果大家知道 都是一些很出名的認證公司 這也是第三方 希望盡量做到 不是說自己查自己 通常就是學者查自己 就可能不太好 現在就找了這第三方的公司 來做認證和做測試 看到它其實從那個電池的設計 到怎樣去看接 到那個電池本身怎樣 有沒有留足夠位在機上的設計 甚至乎到運送 它都有講及到究竟關這件事 也做了很多測試 我覺得暫時看下去 都算是挺嚴正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除了這樣之外 它都形成了一個不同的小組 包括有不同的地方來的教授 包括了有Campritch 有Stanford 也有Lucy Bacon的教授 他做了一個小組 是希望除了現在那個電池 找出這個事之外 看回將來究竟電池要再製造 因為其實你想想現在那些電池 又有電池的容量 大家又覺得用了幾個小時 已經玩完 可不可以久一點 那就導致到今次的電池 所以我猜這個對三星 甚至乎對整個業界 都是一個很好的警示和教訓 就是希望大家在做這個消費品電子的時候 就是不是一直是手機的 你看到電話也好 電話也好 電子煙也好 電路停車也好 也有爆炸過的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警示 說回整個業界 究竟以後入口大家要怎樣做 才能保障到消費者的安全 就是一個很好的警示 剛才他有說過 他在這個報告裏面都有提過 其實他有用過其他的測試科法 包括究竟是那個Fast Charger 包括究竟是否那個USB Type-C 他們新製的問題 甚至乎那個Iray Scanner 即其他機器以前沒有的 現在都放進去熊波波 Scanner 很多都有提及的 其實你會看 即是如果你 而且我經常強調 因為他不是自己做 即是他找了一些第三方的公司 去幫我一起做 其實如果那些東西都查了 那些是沒事的話 其實今次看來 似乎就是 尤其是他那個電視位 即是他做得太快 以及令到他入面 大家如果有看過Fast Charger 你都說 其實他在說 所有這些 這些Mind Battery 很多片東西 就跟那些全體中間隔著 但因為當時做得太薄 但如果用力太高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就令到那個電池 就很容易會出事 所以我猜 反而就是看回 將來電池 是怎樣 可以做到高容量之餘 又可以同時提起這些問題 那剛才在記者會的後期 Q&A的時候 有些記者就問他 新機出的時候 會不會遲些MWC 他就可能會延遲 那我猜就是回應 他之前說 以後的產品 都會用多些時間做測試 希望在一個測試完之後 即是完整的測試之後 才推出 那就回應了這個問題 我覺得作為一個記者會 這次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其實你很少見到 有一些大的品牌 作為頂尖的品牌 不要說是手機 車什麼都好 都有很多這些事故 但是要做一個環球的記者會 而不是去發佈生產品 而是說一些事故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其實如果輕帶過 或者想出份新聞稿 就交代了 其實是很難釋除 這些傳媒和用家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次 算是一個比較正確的做法 至於如何挽回用家的信心 我猜都是看回日後的產品 推出之後 究竟這些事件會否改變